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咱们许多糖友一直认为 即时的燕麦片是一种健康产品 经常在早餐的时候选择牛奶泡即时燕麦片 但是发现血糖控制变得越来越困难 事实上市面上的三种常见燕麦片 并不适合糖尿病的患者 他们不仅会升高血糖还容易长胖 那么如何选择有利于增加饱腹感 降低仓后血糖的燕麦片呢 首先要避免购买复合麦片 这种麦片呢很可能不是真正的麦片 而是大麦片小麦片 或者是各种果物打成粉之后压制而成的 从配料表就很容易看得出来 复合麦片呢多半是及时冲击 通常添加了糖盐油脂调味能量比较高 护化速度较快 燕氧价值呢相对较低 不利于控制血糖和体重 其次呢要避免选择水果燕麦片 这种燕麦片呢 它这个水果干坚果在里面加入燕麦片 可以直接食用 或者是呢加入酸奶中食用 这种燕麦片通常添加了 糖盐油的调味能量比较高 不仅呢升糖能力强 吃多了还容易长胖 还有呢就是及时燕麦片 这种麦片啊基本上是熟的 直接可以食用 但是呢及时燕麦片的加工更为精细 可能会导致血糖反应过快 而真正适合糖尿病患者的是 厚燕麦片和生压这种燕麦片 它只是经过轻微的加工处理 对燕麦的天然物理结构破坏比较小 营养成分呢也没有改变 增糖能力比较慢 食用之后呢也是有助于控制餐货血糖 这两种燕麦呢都是生的 和上面咱们提到的那些燕麦片不同 它需要煮熟才能食用 还有们呢可以在早餐的时候呢 加入牛奶来制作营养丰富的燕麦粥 这样呢既能满足口感 也是有利于血糖稳定的 好了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